我那時候因為高雄熱 我穿那個小可愛穿短褲 就有男生我是走路 他就騎摩托看著看著看著看 我就撞到電線桿 然後我媽媽在我旁邊就說 女人是禍水 就每到一個地方 去拍一部戲 就會突然變得很多人要追我 就一直想到 這是狐狸精 你幹 去酒吧喝酒 就一直有人買酒給你 買到酒後 就是買朋友給你 後來是酒保幫我擋 對 酒保就說 歡迎歡迎今天的女人我是在 今天要回到20歲 妳的20歲有比我漂亮嗎 這不是我自己講的 你先不要酸我 你講說我的女人怎麼那麼賤 我跟你講 這上面寫的 導播你等一下幫我take一下 進take一下是不是 對 劇本寫的 叫我是照劇本講的 妳的20歲有我美嗎 有我漂亮嗎 這麼像沒有要放一個照片 這樣對比一下嗎 20歲的女孩 你來形容一下 20歲喔 20歲就是 flash 皮膚非常的幼嫩 然後那個 身體非常的香甜的感覺 你吃過 也必須 沒有啦 不是 多少少有一點吧 我第一任女朋友 就是18、19歲的時候交的啊 我就覺得有一個奶香味 這樣講會不會很奇怪 就是我覺得 不會啊 就變態而已 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的 20歲的女孩人能愛 也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現在不一定是20歲的女孩 30歲 40歲 每個階段 對於我現在這個年紀來講 我現在29歲嘛 我就覺得 都有不一樣的特色跟美麗 好 那我們來請教一下 20歲的女孩 好化妝嗎 蓮麗老師 就是皮膚又煮又嫩嗎 沒什麼好化的啊 對啦 確實 頂多就是長一些毛啊 或豆子啊 對 豆子就折個頭 黑眼圈這樣子 黑黑 熬夜 青春就是無敵 我只能這麼說 真的 青春就是無敵 老師 劉彥老師 我要不要 因為你還要不要 不用保養吧 20歲真的 就是清潔做好 就無敵了 對 可是你有沒有感覺到 就是現在的20歲女孩 比我們 我那個年代的20歲 要來的 就是走的 要來的時候 那個要來的比較趕時間一點 就是走的比較 用字潛詞要好 走的比較 老的比較快啦 我知道 然後被淡了 是不是因為3C 3C環境都有 愛熬夜 就是啊 愛熬夜 而且有跟史丹妮老師來講 他說維持年輕最重要 就是要睡得好 對 我們的體力 真的跟20歲有差 差不多 阿姆都還好 拜科技姿勢 現在的保養品或彩妝品 都很厲害了 至少外表好 是不是 今天有報名的也是幾個 有幾個在後面是不是 我同梯的 同梯的 對 來看一下 看一下他們現在的狀況 我們先看到 脖子以下的部分 所以一上來是脖子 直接就斷頭到 哎呦 兩位 一號二號嗎 要比啊 他們要評比啊 來評比就對了 比那個就是 比書的人就先 就要淘汰掉 先出場 好 我覺得以膚況來說 我會認為粉紅色的這位的 他的腳的 右度 很不錯 右度 右尺度 右尺度 對 但是會做這樣子的動作 有點老派是不是 對對對 繼續往上升來看一下 好 我們這樣來看一下 整個的背部的話 哇 心梅姐覺得 我不太考 去比一段這個 我一定選二號啊 淘汰 淘汰 為什麼 蛤 沒有 這看背影就是 你就會講說二號就是 可以不用來本店了 好啦 我也覺得一號 如果夜店的話 二號除非撇小費給我 我就讓他進來 背影 光看背影就是直接這樣了嗎 二號光看背影就是 貴氣逼人啊 真的 來來來 歡迎二號先出場 好 我們先保留一號 我們先保留一號 一號還要跟下一位 是 我覺得一號有得拚 我們來看一下二號 二號 是哪一位 我們老朋友啊 對 來啦 出了業了 公平這一點我就很勇敢了對不對 我敢上這個單元對不對 不是 你還跟他站在一起 怕什麼 要命喔 我覺得我沒有 我怕啊 你只能說 沒有 我覺得我不差二十歲啊 因為我跟我二十歲一樣很 想法很天真 對 我覺得很樂觀 我覺得內在 水瓶座就是 很有自信 然後非常莫名的自信 對 趕快去做 但你皮膚真的很好 很好 謝謝 也是看腳步那個地方 我覺得 對 他說你很鈺耶 好漂亮 沒有 所以老師 膨膨皮的膨膨人啊 是皮膚都很好 會比較緊 好像 因為他們有肌肉撐起來 來 我們給你下一組 我們來看下一組 OK 一樣是兩位 這個 只看腳的話 這樣很難比拚耶 拉起來了 你看多有自信 哇 喔 停 一號 真的無敵耶 我也覺得 對啊 就很像一個 十七八歲的少年的感覺 嗯 二號的屁股有點方 來 歡迎 淘汰 牛仔褲 還有那個 那一位 來 來 淘汰 淘汰 好 一號持續的保留 好強 一號已經 來 來 來 歡迎 張叔姐 我是大美女耶 好久不見 原來是你 我剛剛以為是 我剛剛以為是 映軒啊 李露 李露 不好意思 好久不見 不好意思 請坐 歡迎 大美女耶 對啊 我把他淘汰掉了 很久沒來耶 你怎麼看到 好 我們繼續來看 一號跟下面一位 好 到這個地方 就是 唉唷 這 這個 我怎麼覺得 它好像是不是有點往下 你可不可以退後幾步 再來 再來 它很鮮瘦耶 這什麼年代呢 會穿什麼衣服 等一下 到底幾件 你看這一件 這兩件 三件 對 你這是 那個 防曬衣你 對 對喔 對喔 他說對 這是防曬衣 雖然他 褲子是穿垮 對 整個往下掉的感覺 但是他的臀型 其實還不錯 不是 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年紀 你覺得是衣服的問題就對了 衣服 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喔 好 請問這是你阿嬤的衣服嗎 他今天臨時戒的 是嗎 還是你自己的 自己的嗎 自己的 我的天啊 那我們來看他到底是誰 會穿這個衣服 直接出來 我們歡迎四號 一號很強耶 哈囉 歡迎 他要去哪裡 等一下 來 等一下 過來 是少女喔 對 是少女 你幾歲 二十二 二十二歲 對 他是我們新來的 Tim的鞋 難怪 鞋本的小別鞋 你想說我怎麼沒看過你 我新來的 妳好 妳長得很漂亮 目前 是 目前是他們像鬼妮 沒有 你只有他出來 你說長得很漂亮 沒有 不是 是真的防曬衣嗎 外達 對啊 外搭 妳那個 裡面穿吊帶 然後外面搭這個 妳那 妳把它拖起來看看 我看看有沒有比較年輕 我手臂很粗 妳這樣是要手臂粗 佩儀弄開 好 衣服又漂亮了 妳這樣子我就會選妳了 對 這樣就贏了 好辛苦妳囉 謝謝 謝謝 好 來 所以現在都是一號 穩居度一耶 後面有厲害的 還有了 還有了嗎 是不是 還有了嗎 我們也說還有厲害的喔 對 好 來 請開門 我們來看一下 哇 這個腿 這個鞋子 這個腿 一號有可能 這有的比了 有的拚喔 很直耶 是不是 是不是 物質很好耶 老師 讓老師來投票 老師 你覺得誰可以出來了 是這個 還是這個 用筆的 用筆的 這個 這個可以出來了是不是 這個可以出來了 淘汰就對了 等於這個贏了 對 來你老師呢 我覺得這個贏了 你也是一樣這個贏了 好 好 恭喜 一號請出列 一號終於被淘汰了 一號到底是水很棒喔 太不錯耶 唉唷 終於可以出來了 哇 哇 好累喔 我真的好累喔 中美姐 你為什麼這麼一拚又很漂亮呢 贏了世界都 好累喔 我好累喔 沒有人家站得很累 我也想趕快出來了 我也想 好 那你趕快坐啊 好 馬上就要坐了嗎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最後兩位的比拼 又是牛仔褲 也是看不到小腿 但是沒關係 可是這個褲子 是現在很流行的那一種耶 哪一種 就是那種韓式寬寬褲 腰好細喔 好 停 這 怎麼了嗎 你來說 我會覺得 六號這一個 你可以往我這邊 對 整個很符合我這個世代 會有的那種穿著 我好難選喔 對啊 我可以翻一下你的褲子 可以嗎 它褲子是可以解開的耶 喔 哇 不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 可是 嫩 可是我覺得腿一比就 有差了一點 因為我會覺得 黑色衣服的這一位 這個腿就是 男生每個看到的都是 因為它好直肉 對 口水會一直流 很無瑕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認為贏的是 黑色的這一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是哪兩位 兩位好不好 歡迎兩位 請 我們可以轉過來了 歡迎你們 是 歡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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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不是剛剛說我的腿 其實我偶像的腿比我更美 喔 但是沒有 新鮮姐沒有突然理 對 那個真的才叫完美無形 真的 沒有 腿我是真的 妳真的 因為我們沒有生小孩啊 所以OK啊 我生小孩是一種 整個都拍漂亮亮的過程 坐下來好好聊一聊 歡迎 謝謝 見到就是 10K 我想說 同期也有吃他們豆腐 因為在做 應該是我是學長 對不對 沒有 我們兩個同年 我們兩個同年 可是妳看 妳那麼年輕 我 沒有 妳比較就是 福泰一點 對 就 那我們今天 今天按照順序 就是照福泰先來 沒問題 妳這年紀最大的先來 沒有關係 每個人都會老 老得要自信 真的 沒錯 妳看 這是20歲 20歲的時候 對 這是選完港督小姐 那時候剛選完 這是拍林福帝的戲的時候 女主角 這個也是拍 台式的八點檔 其實讓我回憶到 20歲那時候 我還沒進眼淫圈的時候 我是高雄 高雄人都是騎摩托車 上下學 對 那個時候沒有戴安全帽 就是前面擋風板 都是陽陵 林慧平 後面的擋泥板 擋摩托車 就前面紅綠燈就停著 一堆阿兵哥在前面 你知道 大卡車上 就看到我 一直噴 吹口哨 對 吹口哨 這樣吹 那我臉就會紅 然後那時候長頭髮 就吹著吹著 然後那些阿兵哥 我到他們前面的時候 他們還會這樣 一直看 然後我走路的話 我那時候 因為高雄熱 我穿這個小可愛 穿短褲 然後就有男生 我是走路 他就起摩托 看看 我就撞到電線 哎唷 我真的不騙你 然後我媽媽在我旁邊就說 女人是禍水 媽媽這樣想 因為我說媽 我也沒跟她泡妹眼 我也沒有 還好啊 我媽說 反正就是禍水 她人家摔倒 沒多久有一天我回家 我騎摩托車上下班 那個男孩子 騎WISPA就跑過來 他說 請問一下 高雄市什麼街怎麼走 因為你以前沒有導航 那我山中人哥 我家就住在那裡 那你可以跟我走 摩托車 好危險喔 對 就這樣 你說那個難得 沒有 那個難得 那難得很帥 像你查吉爾那種事 驗譽 後來他開始就 以後就沒天 騎到哪兒 騎到我們家那邊 就他就 這真的是在那邊 後來結果他 追我以後 他說他是特別 去查我 叫什麼名字 去查我哪一間學校 我家住哪裡 他不敢來對我表白 只好用這種方法 每天跟著你 對 就紅綠燈 這不會覺得像變態嗎 可是男生要追女生的時候 什麼花招都有 對 所以他也可以來看病家 所以我年輕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就很多人追 對 對 那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覺得我30幾歲 我生完貝克雨 就是說生完小孩以後 就真的會 胡亂發胖 比方這邊 這邊 肚子 然後我可能也遺傳媽媽 我媽媽也是這樣肉肉 也是這樣富富太太的 對 有一個就是都市傳說說 你看你媽的身形 你將來 將來就會像她這樣 如果沒有控制 沒有那個 沒有控制的話 對 像我的一般好朋友跟我出去 他們都吃得比我多 他們都不會胖 我跟他們同樣出去 我吃 我就回來 一出國回來 就胖三公斤 幾公斤 我也不喝酒 那你有在運動嗎 我現在都有在做 瑜伽 有在做瑜伽 就每天晚上都有做瑜伽 這一個體重 你真的在家裡就算動一下 教一下吧 幾招 我家有跑步機 我老公給我買跑步機 滑步機 搖擺機 妳是跑還是散步 這樣子嗎 我用慢慢走 吃完飯就走 因為我不能跑 膝蓋 但是要 膝蓋不是 不是 我們像妳這樣的體重 我是聽說老師 嘉儀算是專業的 沒有 不要跑起來 對 就是 我就快走 慢走 就快走 超慢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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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在練的叫超慢跑 它是原地 對 就原地 它是原地 但是要半個鐘頭 然後以不喘為主 對 慢慢流汗 提高妳的心率 對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沒有養成運動的習慣 然後我又喜歡吃 披薩啦 麵食類的東西 所以後來現在就完全 就放棄覺得 也有人說我又老又醜又肥 其實聽了心裡很難過 沒有人願意胖 或者老 或者什麼 可是問題 我就是我 我的身體密碼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 現在慢慢學會不要在乎 那些網路罵人 對 沒錯 我覺得過自己 因為我都要六十了 對 我覺得我從來不理他們的 對 就不開心的事情 過去的事情 翻一頁 過去妳在想 對 然後我活好現在 因為以後的事情 比方貝克宇 將來會怎麼樣 妳想那麼多也是白想 對 就不要想 絕對不是妳想像中的那樣 對 所以就把自己 好保 不要有太多的壓力 想吃什麼 像敷面膜啦 每天開開心大笑 然後活在當下 我覺得這個是我保養的秘訣 OK 有時候我覺得佩儀姐 現在有維持得滿好的感覺 沒有 就是 最起碼我是自然的 但是有的時候保養 要花多少錢 我願意 因為如果適合我的肌膚的話 我覺得 都六十歲了 對 對自己好一點 對 對自己好一點 我想看一下那個年輕人 史黛麗老師 來畫一個六十歲的妝 沒關係 妳可以嗎 六十歲 六十歲回春妝 來 史黛麗老師 好 來分析一下佩儀姐的臉部 好 就是佩儀姐她臉部 她其實膚況非常的好 只是就是因為老化的關係 就是會有一些法令紋 就是會有一些紋路跟那個 凹陷的陰影處 那我們如果要看起來年輕的話呢 就是要先把那些陰影處 把它提亮 就是像我們現在年輕人講的 就是你要緊也要拉提 對 就是要膨潤跟拉提 是要一起做的 那我們就先使用一個 比較淺色的遮瑕膏 像是這種 你知道嗎 是不是要遮眼袋這個地方 對 黑眼圈下面 我們要三個地方做提亮 對 可是有的時候塗得不好 反而更厚耶 所以我們要 然後一整天的話 都會裂開來有沒有 所以我們要先選對位置之後 然後輕輕的掃亮多次 然後慢慢的把它剖開 然後像第一個位置 是像眼下這個位置 就黑眼圈的位置 我們要做提亮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先把這三個位置標出來 再來是法令紋這個位置 這裡也要 法令紋也可以 對 很少 算少的 我們等一下會有兩個步驟 一個是提亮 然後再來就是加上腮紅 然後還有這邊 嘴角的位置 很多現在做那種電一波 都會打嘴角 他們都會說這邊脂肪比較偏多 我們把這邊的脂肪稍微削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看起來比較拉提 緊緻 對 所以我們的線條都是這樣往上走的 都用同一個顏色就對了 對 沒錯 然後還有我們這邊眼角的位置 對 這個也是 現在年紀大眼角都下垂了 對 我們往上放這樣子 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把它這邊鋪開 然後選擇滋潤度比較高的遮瑕體量 這樣才不會卡粉跟卡紋 它視覺感就會整個拉提起來 直接對比起來 有耶 有耶 好明顯喔 比較往上 法令紋直接變好 眼袋直接就沒有了 眼袋直接就不出來了 法令紋兩邊這樣像是 對啊 出來 怎麼會這樣 那你這樣就不是這樣 差好多喔 然後這時候呢 像很多人他都會用這種修容產品 把這邊修小 深色 對 可是我跟你說 像我們這種比較肉肉的臉對不對 我們用這種深色產品 打在這個位置上面的時候 其實它不會是好看的 因為側面就會看起來 有那個髒髒的感覺 所以通常我們修容 因為你知道這種產品 它都是屬於那種 歐美的那種修容產品 他們都是比較骨相比較明顯 比如說顴骨很高 對 或什麼他們 所以這種修容產品 都是修在骨相的 那所以像我們一般亞洲人的話 我們比較偏肉 像我們會修的重 肉鞭鞭鞭的 對 所以我們都會先修在 比如說下二線的位置 下二線的位置 像這個位置很多人都會 然後往上 我們要有種 皮包骨 對 我們不能把顏色 只是上在皮膚上面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會髒髒的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 下二線的陰影往上打 這時候好 我們下巴修好 就這個位置要加重 對耶 對 手手看 我看 而且不會覺得髒髒的 對 有 妳有人會從這裡去看人 越來越 妳可以看得髒髒的 可是沒有人會從這裡 對 這邊的地方剛好是一個 直角 不會讓人家看到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選擇一個 氣色的那種肉粉色腮紅 肉粉 對 就是要靠近自己皮膚的顏色 好的 我們把它沾取起來之後 要從哪打 對 要從哪邊打 很重要 就是從我們這個顴骨的最高位置 顴骨最高 進來一根手指頭 我們要打直線 直線 對 直線的三個 因為你知道這個觀念 就有點像是我們在做音波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緊 就是要有很多線條 人的五官就是 你線條越多看起來越緊緻嘛 越立體 對 越窄 對 好 那我們就要打直線囉 從這個位置進來之後呢 慢慢的 輕輕的 慢慢的往下 點 用點的 對 慢慢的往下 我從眼睛上面 對 然後到嘴角這個位置 有一點順下去 蠻長的耶 對 可是你等一下看它這樣左右在轉的時候 它會是有一點點 就是很氣色 很自然的腮紅感 慢慢的往下 然後慢慢的往內推 這樣子 我看一下這裡 我畫得很大來 很太紅了 可是你等一下看它左右轉的時候 它並不會覺得髒髒的或是氣色 對 好 這個完了之後呢 我們還要再做一個很重要的一點點 這時候呢 我們再選擇一個 比較淺的這種 氛圍色的那種 提亮 提亮的修容 對 那我們現在要定起來 然後再加把裡面這個位置把它打封 對 所以我們會 所以就不用定妝粉了 不用 就用這個 對 明白 在這個眼下的位置 在這個上 就眼袋 眼袋那個地方 對 要用這麼少喔 對 這很貴你 沒有 不行 因為如果臉上粉太多的話 它會卡紋 妝感 對 妝感會多 是不是 對 有點年紀真的好討厭 會啊 太多又卡紋 然後跟它這個腮紅 做一個銜接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這樣 好美喔 然後左右轉一轉 臉型都不一樣 真的 而且好柔和喔 對 就不會說什麼話 直線的腮紅很奇怪 而且開始比較精神 是 有 不害怕歲月的臉上的痕跡 但永遠要追求做個美麗的女人 畫上一個適合的妝容 60歲還是可以展現自信的美 我身材要保持 我現在的體重要保持瘦瘦的 我就要承受我的臉呢 是比較像老師講的這樣子 比較憔悴 比較凹陷 我臉要碰皮起來 像佩儀姐這樣要碰皮起來喔 我臉 我身上至少要 胖10公斤 一胖就先胖身體 對 然後臉最好喔 想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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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機機 接著下來也是不老妖精 脆脆啊 嗯 真的我都被人家說成老妖精了 哎呀 我的20歲結也是 世界上最美的 這個我的20歲呢 是你看這是這一年 我從阿根廷回來 然後去參加 中國小姐選美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17號 所以你是代表阿根廷嗎 沒有沒有 我不是代表阿根廷 我是從阿根廷回來 其實就是過暑假 本來想要回去的 後來就選美就 從此就留在台灣了 而且就選完美之後 就一腳就栽進演藝圈 那譬如說像 跟她一樣也是選美 對 是那個時候是 如果要進演藝圈 要先去選美嗎 我 我覺得 可 一個他版 我不知道 比較會被看到 對 我那時候香港也是這樣 好像世界各地都是這樣 年代就是好流行選美 就是我也完全沒有預料到 可能就是我那一屆的選美 因為是 從1988年以來 史上第二屆 所以就變成是 很受矚目 第二屆 其實那時候我記得 我們那時候 我是選港獨小姐 選演藝圈 我們兩個曾經還代表台灣 我們到了韓國 我們去韓國去參加什麼 電影展 我們還代表台灣的電影 很多演員 什麼大哥 所以今天看到她好高興 對 我那時候還很 這很小 那時候我也是 剛選完沒有兩 三年的事情 對 然後後來 選完的話 我們又去宣位僑胞 然後這個好像是在拉斯維加斯吧 我們去宣位僑胞 有去美國很多地方 去歐洲很多地方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開心 就很快樂 可是我覺得我20歲 真的是我的最奇蹟的那一年 我人生的應該是最高光的時刻 然後那時候就是很多 突然很多邀約 就是來找我拍電影 我第一部戲拍電影 就拍第一女主角 我後來就是每拍一部戲 那時候就忙著拍電影 然後也去香港拍電影 然後有很多節目的邀約 尊位僑胞 就每到一個地方 每去拍一部戲 就會突然變得很多人要追我 我那時候才 萬人迷 對 我那時候才 就很多桃花 我那時候才20歲 21歲 就是年紀很小 不經事事這樣 到底要長什麼樣子 才會有人追 很多人看不到 她也看不到是一個法拉頭 妳那時候一定有很多人追 我沒有 我都沒有人追 很早就出來工作 然後就一直想到 長個就是狐狸精 妳幹 沒有 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又性感 身材那麼好 對 那時候 雖然是我人生賺到 第一桶金的時候 也存到第一桶金 可是我那時候工作也很辛苦 然後也得到很多機會 不過說實在的 也因為那時候 年紀很輕 很直 也得罪很多人 劉燕老師 妳覺得以她的條件 她真的已經保養得很好 很好 可是我覺得翠萍姐 有一點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她很瘦 所以她的臉 都會讓人家看起來比較憔悴 比較凹對不對 對 就比較容易 比如說妳看 佩儀姐跟翠萍姐 雖然她們兩個應該差沒有幾歲 不過比較大 大後幾歲 可是佩儀姐 又永遠都是這樣膨膨的 對 就是給人家覺得 開開心心的 會覆覆 然後就是很正面這樣 然後翠萍姐就是會覺得 因為她凹進去 就會覺得她好 有一點就比較 心悲 疲憊一點 所以我就是 因為我的臉跟身材 是不成比例的 我身材要保持 我現在的體重 要保持瘦瘦的 我就要承受我的臉 是比較像老師講的這樣子 比較憔悴 比較凹陷 比較瘦 然後我臉要碰皮起來 像佩儀姐這樣要碰皮起來 我臉 我身上至少要 真的要七 八公斤 我才能夠胖到臉來 因為我即使胖了三 四公斤 五公斤 我的臉還是小小的瘦瘦的 因為我媽媽跟翠萍姐 我的四肢還是瘦瘦的 一樣的身材 對 有這種天生真的這樣嗎 對 就是臉都是瘦的 我是胖十公斤才這樣 因為我媽媽也跟翠萍姐 一樣的身材跟樣子 然後我們這種人 一瘦就先瘦臉 一胖就先胖身體 然後臉是最好 很適合走演藝圈 因為這個都是鏡頭 如果我身材胖 臉很瘦 那可以賺到老 對 可是我就是比較不能忍受 我自己身 就是變胖 因為我覺得很多衣服不能穿 我就受不了 所以我還是很努力地運動 少吃 節制 來維持身材 因為姜其實真的很好 她對於身體來說是真的是很好 而且她本身裡面有精油 那有些時候我裡面 也會放一些些酒 因為酒也可以促進一點 血液循環 香跟米酒還有高粱也都可以 也都可以 臉就比較無法碰 無法掌控了 那像我現在比較多的困擾 在我的皮膚上就是 我覺得我會有那些 因為壓力 荷爾蒙會有 那個肝斑是肝臟的肝 不是肝臟的肝 就肝斑對不對 那我去打皮苗 就出好多次都 肝腎臟科 那個好像沒有跟女性荷爾蒙 對 那是荷爾蒙的問題 那個跟壓力跟荷爾蒙 因為她生完小孩的人 也很容易得肝 對 也很像孕斑的 然後還有臉就是很容易 乾燥 還有過敏 有那麼多問題 真的嗎 你真的不講的時候 好像都沒問題 可是一講的時候就開始說 美女的煩惱 你說除了凹陷之外 凹陷之外好像弄 現在要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 用玻尿酸什麼的 才可以讓她 我沒有用那些 今天不用打那些 有的沒有的 交給妳的流量 是 好不好 來 因為我現在近看翠萍姐 她的臉真的很緊 但是她就是會有那種 因為她說她比較乾 所以乾燥 你就會發現她的鋪表的部分 看起來就會有一條一條的 細紋 乾紋 乾紋 那叫乾紋 那些乾紋是好處理的 其實年紀越大 怎麼了 用的產品要越簡單 漂亮 有時候你太複雜的時候 第一個 自己會記不住 第二個是 太多的成分交疊在一起的時候 反而對皮膚是個刺激 年紀越大 皮膚越來越薄 你給它太多的成分的時候 它反而會 負荷不了 承受不了 真的 對 然後就會反饋 一反饋的時候 你可能更多問題出現 就是你只要化妝水 要是洗完臉之後 化妝水完之後 一瓶搞定 而且這一瓶 非常簡單 你看它也沒有什麼字對不對 對 它的字它在後面 學日文 因為這是日本來的 這一瓶解決了所有 剛剛崔明姐想要的問題 真的假的 而且你看 有沒有看到 它有一顆一顆的神秘小 它裡面有東西 小金球 對 球 它用的是一個 菸檢錫安 菸檢錫安是 日本厚生勞動省 認可的美白抗皺成分 再來還有一個 因為我說保濕很重要 可是 保濕不能只做表面空膚 它用的是 就是我們說的神經西安 它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除了本身可以抓水 補水之外 它還可以把你肌膚裡面 所以你的皮膚擦完它之後 會變得比較緊實 比較膨 對 那一顆一顆的 紅色的這一顆 小金球是什麼 寶劍 每個人在家裡都會必備什麼 益森菌 你知道益森菌幫我們調節 身體體能 腸胃 它就是幫我們去調整 你整個膚質的狀態 讓你肌膚穩定 漂亮 所以這一顆一顆的金球就是 裡面有五種對肌膚有益的 益森菌 還有要讓益森菌 可以活得很好 它還有加了益森圓 跟我們一般的用法不太一樣 吸起來之後 直接滴上去 不要再手 對 你就直接滴 它有點像凝露狀的 就像這樣子 你們也問問看 謝謝老師 然後直接把它塗開就好了 沒有太多的技巧 然後你一塗開的時候 你們等一下自己摸 看看那個質地 一塗開 你就會發現 那個金球就會破開 對 破開之後 它的益森菌 它的有效成分 才會進入到皮膚裡面 看起來雖然是黏黏稠稠的 對 其實不會狗狗的那種感覺 就不會這樣子 而且它吸收超快的 淺絲什麼的 保濕度 非常地水 眼周也可以用 然後脖子 脖子 直接也擦了 就直接胸前這邊 四變了 對 大家都不喜歡 太油膩的東西 乳液嗎 很舒服對不對 對 不需要 不需要乳液 其實我以現在 我覺得其實不需要乳液 但是你如果到冬天 你還是加個乳液 還這樣 因為我們在冷氣房裡面 而且有這個 我發覺就不用一個禮拜 敷好幾次面膜 你在它的官網 在一些藥妝店 也都買得到 開架式 開架 對 可以試看看 你把它擦在你虎口的這個地方 超白的 我剛剛擦了兩隻手顏色 就不一樣了 對 就是它吸收完之後 你兩個虎口去比較 擦很多 很明顯 很明顯 在發光了對不對 而且你就可以這樣子 一直抹 所以因為它益生菌的量 加得滿多的 所以很多人就會給它這一瓶 因為它像泥露一樣 就很多人會把它叫做美菌露 就很像是很多美菌露的一瓶凌露 像一般有些膠有沒有 擦完之後大概 會有屑屑 放一會兒之後會乾 乾就會有屑屑 對 這個不會 這個好像好像是有點 油油脂 很明顯 好像兩個不一樣的手一樣 不會有屑屑 好誇張 而且你看 我現在就算我再疊加 我繼續再上 感覺像擦乳液 它還是會很滑 它又沒有乳液的油感 可是它沒有乳液的油感 可是又沒有那種精華液的血感 夏天再加一罐防曬完美了 這可以擦在眼睛周圍 連眼妝都可以省 妳如果是在家裡 像我們年紀比較大一點點的 其實我們眼 眼下真的比較乾 所以呢 所以我都會這邊多敷一點 眼下多擦 就是多擦幾層 疊擦 就疊擦 然後有一點就可以替代 你的眼部產品 我覺得效果滿好的 這樣睡覺也比較舒服 對 而且因為它很清理爽 好 我們就讓它吸收就好了 妳看一下 好亮喔 在發亮 而且我剛剛不是說 它其實你皮膚有水了 然後皮膚會比較緊一點 所以你不需要按摩 你會發現擦完之後 它的皮膚會比較飽滿 然後飽滿之後會比較提拉 那我們白天的時候就是 這個程序完了以後就擦 防曬隔離 你可以就直接擦防曬 然後它也不會跟防曬打架 因為很多人會怕凝露的東西 陰膠的東西會起血 這一瓶也不會 所以你看它就 到現在都還是這樣 水水亮亮的 真的 所以你就只要上防曬就好了 好棒喔 很保濕對不對 好身材跟通常的臉部肌膚 你要哪一個呢 小孩可以做選擇 聰明的女人兩個都要 完全比20歲的自己還漂亮呢 簡單 今天都不用拿重量 就直接在家裡看電視就 看電視就可以做 3 4 有種健康跑的感覺 對 6 你覺得真的嗎 這個內側很重要 如果你內側很緊的話 你的屁股的線條都會不漂亮 好了 找聰明的保養在今天 因為現場有的人 當自己家裡客庭 真的 抱腳 好放鬆 好自在 對啊 你在幹嘛 送食感 對啊 因為大家都在講 自己的養生之道 對不對 那其實 養生我們知道 其中一步就是泡澡 但是你是泡腳 但是夏天泡澡太熱 可是你晚上 你剛剛不是說 大家都有睡眠的問題嗎 那你其實 那家裡面 那各種泡腳的東西都有 那我去的時候 我們家冰箱 我都會買一大堆薑 因為我常常做料理 但是切片之後呢 我就會把它弄在一個盒子 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你要做菜的時候呢 也可以 就很容易拿出來用 然後要泡腳的時候呢 我就拿出來這樣子 用果汁機打這樣子一包 那有些時候我裡面 也會放一些些酒 因為酒也可以促進一點 學藝循環 那因為薑其實真的很好 它對於身體來說是 真的是很好 而且它本身裡面有精油 對 薑 你本身是有精油 薑的精油 對 你只要打一打之後 它都會吸收 所以其實是滿舒服的 這樣還可以放醋 對 酒 醋 薑 就直接這樣子 吃下去泡 好像感覺就是 我們想要掉軟了嗎 很好喝 真的好喝 三杯雞 然後我都直接拿這種 沒有中藥包 米酒就可以了 米酒 米酒 丟進去 然後就泡 那你一天就很簡單 果汁機打來打 就可以泡個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 有些時候加一些你喜歡的精油 像今天我要帶薰衣草 有些時候你加一些 你喜歡的玫瑰味道都可以 薑跟玫瑰很合 薑跟米酒 還有高粱的都可以 都可以嗎 都可以 就是薑母鴨 果汁跟威士忌也不錯 對 你沒有要給我們看 你二十歲的那個 二十歲喔 很盛的照片喔 因為我今天會穿這樣 就是因為二十歲的時候 長這樣 大概就穿這種牛仔的衣服 所以大概 好可愛喔 素顏的啦 然後這個是那時候 然後年輕的時候 就是開始在二十歲左右 就是會拍一些那種廣告片 那時候很流行那種 廣告經紀公司 那就會幫忙拍一些那種 那種就是類似那種 薩龍照 那時候的薩龍照 不然其實我很晚才出道 也沒什麼照片 都是像這種的生活照比較多 漂亮喔 那我們好好看你泡腳的成績 那來就這樣子用薑 單純的薑 那你看喔 其實現在的水不是很熱 那水是溫溫的而已 可是你看我的腳 泡完就會有成效 我的腳已經有一點紅色的感覺 有耶 然後呢 循環變兩隻腳的差別 這次的話 其實它已經有一點紅紅的 血液循環就是比較好 它的循環變得再加快 不用到落水就這樣 這個水是很溫的水喔 溫的水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夏天的時候 我是覺得還滿舒服的 那我家裡都會再 滴一點別的精油 不然你就是只有薑的味道 其實泡腳對身體也很好 因為它會 因為我們很多的 人家都說你的腳健康的 其實整體都會健康 對 所以你泡腳除了加速循環之外 它也會幫 尤其是女生 排出一些不好的廢棄物質 有時候喝水喝不了 代謝不好 就會晚到晚上嚼腫 其實我覺得這樣泡是可以 而且是天然的 而且很自... 對 好的 回去馬上試看看 謝謝妳 好 佳儀今天要告訴我們 她的20歲 我的20歲 其實我覺得我是 很年輕就長得很成熟的那一種 捲捲頭 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 對 就是 這是我的第二張專輯 剛好第一張專輯的照片 很多都不在了 那這是 可是很奇怪喔 那個時候雖然 很年輕就長得很成熟 可是還是很想要趕快長大 所以就是都穿著衣服 說真的這樣的衣服 我現在都不會穿 就比較火辣一點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讓自己弄得很成熟的樣子 所以因為我長得很老成 可是那時候不是 昌命公司的企劃或 他會用一些造型 對 對 像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情人節 然後其實我的打歌服 這是玫瑰花穿起來 這是玫瑰花 對 玫瑰花 那我的打歌服 其實像這個帽子也是我自己的 然後公司就買了一件洋裝 然後就說這樣子就可以 去拍照 然後我就想說這要拍什麼 就是一件黑色洋裝啊 然後我就自己戴了一個帽子 結果我那張專輯照片 其實封面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一顆頭 就是一顆頭 然後後來是 就是第二張專輯是有 像走模特兒伸展台 那是我的夢想 因為我就是不夠高 所以不能夠走伸展台 那因為我長得很成熟 對 所以其實我的艷遇是蠻早就開始 是喔 對 像我 差不多十幾歲就開始 對 十幾歲就開始 像我去英國 法國 義大利旅行 那我在 我是因為我表姐住在義大利 她嫁給義大利人 然後我去義大利玩的時候 剛好就是一個爵士慶典 他們的慶典就是 街上會有那個爵士樂隊 然後它大概就是從 可能收狗走到同領的位置 這樣的長度 每天你就會在市中心這樣 跟著樂團一起吃冰淇淋 然後他們就演奏爵士樂這樣子 那因為很多人會聚到那個城市裡面 就很多人來跟你聊天 搭訕 搭訕搭一搭就說 要不要去喝咖啡 喝咖啡很正常嘛 對不對 我就回去跟我表姐講說 姐 我要去跟人家喝咖啡 我姐就開始警告我 她說你 你給我小心一點喔 在義大利跟在台灣不一樣喔 去喝咖啡 就表示你要跟人家回家囉 那都要跟人家回家囉 就要跟你上床 家就要喝咖啡 對 就像我們現在說看貓一樣 那是一個暗示就是 看貓還是吃泡麵 義大利好吃泡麵的意思 就是長得很成熟的長相 就會讓人家覺得 你好像可以做很成熟的事這樣 對 然後就 一路上到英國 法國 反正就是在法國 就是每天都會有人跟你 搭訕 然後在英國是酒吧 去酒吧喝酒 就會一直有人買酒給你 好棒 就是買啤酒給你嘛 後來是 酒保幫我擋 對 酒保就說 這我的 太漂亮 倒數都是妳的 可能因為我眼睛比較掉吧 就是在 東方 對 東方女生就覺得這樣子 我們太垂了 是還 太垂了 滿適合他們喜歡的樣子 所以咧 對 不過妳到現在也是阿東阿的菜 身材一直保持那麼好 教我們幾招吧 好 來 來 今天跟大家教的 會是稍微簡單一點的 簡單 要妳說的 簡單 今天都不用拿重量 就直接在家裡看電視就 看電視就可以做 對 那 來 站這邊一點 OK 好 我們第一個動作 我們每一個動作都做 20下 20個 20次 然後如果妳可以 妳就重複做 3到4組 3到4組 就很簡單 它有一點像有氧 有氧體操一樣 你可能要下來而已 是時候來運動一下 對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來 先往後 1 1 2 還可以 3 如果可以的話 就讓自己彈一點 加快是不是 5 彈一點 對 可以彈一點 要踢到屁股嗎 對 它就是讓妳的身體 就是慢 熱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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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起來之後呢 我們練 這個背跟屁股 來 1 1 腳往後踩 1 這邊盡量是直的 腳要90度就對了 對 最好是90度 然後身體是斜的 好 收回來 另外一隻腳 2 2 對 好 夾快囉 好 3 4 有種健康操的感覺 對 6 已經有點累了 7 手要放下來 8 對不起 9 不錯 10 身體會比較放鬆 有沒有覺得身體會比較打開的感覺 好 然後我們做肚子 來 1 這我常做 2 這應該很多人都會做吧 3 但20下 如果你還可以的話 我們就做側邊 側邊 還有側邊 側邊好舒服 老師 側邊會起起起起 是正常嗎 你就做慢一點 不要讓它 不要受傷 不要受傷 這裡都會起起起起 就會 其實妳們跟這個內側很重要 如果你內側很緊的話 是因為我們 屁股的線條都會不漂亮 好 如果你還有力氣的話 最好就是下面這個 這個我也常做 也拍手 這次新美姐常做的 對 那如果拍的話 我們會喜歡 跳起來 這是練手 扳起來的 腹部 我們再繼續有最後一個 來 1 就這樣子而已了 簡單 2 點點點 3 這個對手臂很好 對 因為我們 不如 就是啊 我們很容易生完小孩 會有媽媽手對不對 對 所以你的手就要一直練 媽媽手 好 生完小孩 一天她要練多久 好 就是我看妳看 對妳試到什麼 很方便耶 對 鳳鑫已經脫外套了 為什麼 我覺得十分風格 再跳下去 鳳鑫就脫褲 因為這個動作 其實像我剛剛跳的都盡量 如果妳可以彈妳就彈 如果妳不行 我們就直接圓地 那這樣子妳的身體 妳的心率會上來 那就算妳平常都沒有怎麼在動 或是妳平常的其實是勞動 它其實可以幫助妳加緩 加速妳的滋滑 這有點有氧 妳看我心率都已經到九個六 而且我們只做一下下而已 對啊 可是每一個動作都做二十下 然後至少可以做到三組 會比較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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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綠如最後呢 要來告訴我們 做運動 在家裡做運動 妳在家裡也可以很簡單的 做一些養生的飲品 對不對 是 因為像我現在 我覺得養生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為想像姐姐一樣保養得很好 所以對我來說的話 平常以前就是只會 膚淺的注意到外表 但是現在我覺得 要從由內而外 然後開始 然後讓自己的狀況 膚質 還有身體調理到最好 所以我現在平常就會打 任何的果汁 很多種果汁 蔬果汁 對 就是比如說 蘋果 然後紅蘿蔔 還有一些什麼 橄欖菜等等的這些 就是因為我 如果喝原本的食材的味道的話 我也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會用一些其他的代替品 譬如說什麼優酪乳 然後豆漿等等 可以加進去 就是每天去調味不同的味道 就好像調酒一樣 所以每天喝起來都很驚喜 就是因為每天味道 可能都不太一樣 因為如果喝原味的話 基本上就是你大概喝兩口 你就受不了了 所以我建議就是你可以放 你喜歡喝的一些飲品在裡面 我覺得只要有胡蘿蔔跟鳳梨 就可以就一大半 鳳梨 蘋果 香蕉 火龍果 就可以就一大半 比較甜的 那我就把鳳梨蘋果香 要加一大 兩個就好了 因為太多有的糖分太高 你反而會一下子 然後鳳梨就不行 鳳梨少一點 鳳梨不要放太多 但是你只要兩三塊 味道就會好很多 對 比較是 無法擦入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平常我還會用那個 剛剛用完果汁雞 然後有時候早上的話 我會喝一些豆漿 豆漿是因為之前我想要養軟 然後因為我覺得外面做的豆漿 或者是你買的豆漿 都不是那麼的新鮮和好 然後是我朋友推薦我 然後他就送了我這一台之後 我真的非常非常愛 因為這一台厲害到就是 它可以幫你煮完之後 它可以幫你清洗 直接立刻清洗 因為豆渣很難處理 而且豆子其實會黏 太方便了 所以後來我就真的非常 之前就很認真的 每天就會開始一些也是 你知道就像調任何的 就是我會用什麼黃豆 或者是黑豆 然後有時候是混在一起 然後有時候會加別的 像我會加一些麥片 奇牙籽等等這些 比較抗氧化的東西 然後放進去 然後裡面打成一起 然後來喝 所以就是我現在覺得 到這個年紀的時候 開始會想要是由內到外的 然後可以散發出那種 健康的狀態 太棒了 我們這個節目 真的是看薇如長大的 真的是看薇如 19 20歲到現在這個年紀 真的 所以如果你也是這樣 或者是你正在 你知道嗎 身體維養在康復中 我希望這一集可以幫助到 每一位朋友 然後不見得可以就是說 你一定要花很多錢 去買東西 但是就像佩儀的心態一樣 要健康 要快樂 不開心就是不要小心 搬天就好 對 躲在當下 今天老師介紹的商品 所有詳細資料 你可以追蹤女人 我追到社群網站就知道了 謝謝各位的分享 謝謝老師 謝謝 拜拜 謝謝大家